在22号下午是突然下起暴雨 导致四处传出灾情 土石流不只导致台铁停驶 范围也扩大到了苏花公路 台九线有部分路段被土石淹没 无法行驶 那么边坡土石还是不断的往下倾泻 恐怕难以通车 必须要等到与世渐缓才能够进场抢修 花龄市最高建筑爱美酒店 也在这次强证中受伤 检视之后战时警发现外墙磁砖剥落 幸好没有砸伤人 而强证中受损的更生日报大楼 一楼梁柱磁砖剥落 外墙出现一个大裂缝 里面当时没有人 当时是我 现在目前人都出来了嘛 现在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地震后灾情不断传出 位于休林乡的交通要到同门大桥 也因为强证受损出现位移 三个啦 刚好三个吧 这都是昨天晚上的事 这个也不是说昨天呢 一直遗震嘛 对不对 遗震一直越来越大 我们当然不睡啦 那晚上我们都在看这个嘛 注意这个 因为有时候车子会过来嘛 同门桥位移让村长非常担心 希望县府能协助进行评估 并告知后续处置办法 目前仅能放置警告三角锥 提醒用路人减速通过 避免裂缝坑洞造成危险 记者许立行 花莲报道